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调结果宣布后 吴敦义带领韩国瑜张亚中周西伟召开记者会 会上韩国瑜提出五个感谢赞扬本次初选公平公正 他表示接下来会综合考虑各位国民党参选人的论述 再来整理自己的版本 而副手的人选也正在考虑中 谈到下一步规划 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 而且未来要做的事情 未来面临的挑战好巨大 我个人没有任何喜悦 没有任何欢乐 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 得到各度的朋友的帮忙 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 此外韩国瑜还表示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执政三年多来 民众受了太多苦 呼吁大家认真思考台湾到底需要怎样的政治人物 这三年多在蔡英文执政之下 真的过得太苦太苦 我想呼吁所有海内外好朋友 大家能够冷静下来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政治人物 能够苦民所苦的政治人物 我们当然希望继续 恶劣的 吃香喝辣的 鬼扯淡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一定要下台 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此前在提及初选后的党内整合问题时 也表示党内团结最重要 主席初选之后怎么整合 是不是现在党内团结很重要 都在关注之中 我不做揣测 分裂民调第二第三名的郭台铭和朱立伦 并没有出席民调公布后的记者会 朱立伦自行召开记者会 称自己虽然心里有些失落 但仍然愿意坦然接受结果 我要衷心地祝贺韩国瑜市长 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 我坦然接受初选的结果 当然此刻的心情是失落的 但是我相信挫折会让我更坚强 原计划召开记者会的郭台铭 则是临时取消行程 称自己将会沉淀思考后 择日再召开记者会 哈尼梯田被称为大地的雕塑 同时也是哈尼等民族生存奋斗的史诗 日前两岸记者走进云南红河 共同探访这片壮丽的景观 一起来看报道 云南红河州哈尼梯田 上午十点钟 轻柔的白色雾气逐渐褪去 斩露出这片大地上的宏伟雕刻 在埃劳山南部 一百万亩梯田随地形起伏变化 缓坡开大田 陡坡开小田 为连绵不绝的山谷 标出细密的邓高线 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 哈尼族从西北地区 迁到了云南的红河州 从唐大开始 以哈尼族为主的人们 在这里兴建梯田 不断地累积和创造 铸就了今天这样壮丽的场面 让我来数说我对面的山上 一共有多少层梯田 一二三四 算了别数了 实在太多完全数不过来 在这里最高的座山上 梯田的层级数超过了三千七百级 正知重下 阳光出盈山谷 嫩绿水道青青摇曳 犹如骏马棕毛在闪亮 梯田是一餐一饭的朴素愿望 也是震天汉地 世代相传的伟大工程 从15度的缓均到75度的峭壁 从海拔600米左右的河谷 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 跨度如此之大 灌溉用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走到这么高 咱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整个河谷分成上下四层 最上面是森林 接下来山腰部分是村庄 下面是梯田 最后是河流 河水经过蒸腾作用 在山顶上形成降雨 山顶上的森林 就像一个大水库一样 把这些雨水注存起来 并且从上向下输送 经过村庄的时候 形成了干净的生活用水 再下来一级一级的浇灌梯田 最后流入河流 这整个一个循环系统 就好像天地之间的 一架巨大的五行水车一样 一千多年滋润着哈尼梯田 下午五点烈日退去 村寨里的人们开始劳作 主要居民哈尼族人 相传从青藏高原 一路南迁而来 到此地定居后 围绕梯田发展出了一套 独特的文化和村规迷约 特别是各家田地的用水量 都由村民集体商议决定 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 沟渠的宽度 然而只能靠水牛和人力 耕作的梯田 如今越来越显得 成本高昂 收入微薄 年轻人都希望出风光了 家里只想那些老人 这个老人还是希望 继续把它做下去的 所以那些党国人那些人 浪漫的时候 还是会很难的 如果说这个梯田 有一年没有种或怎么样 没种的话 没单水会干嘛 水干了就单位 这个田会垮 这是种种留下来的梯田 还是要给它保护好 时代在变化 哈尼人依然执着希望 留住梯田 留住一千多年的土地相情 下面请您收看简讯 日前第2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新闻营开营仪式在辽宁大学举行 76名来自台湾市新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 东吴大学等台湾院校的师生 和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多所大陆院校的学生 参加了此次活动 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活动 自2004年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28届 营员以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为主 两岸师生们通过学术讲座 参访多家媒体 编写新闻营特刊 制作新闻营视频等多种活动 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人物影音文物典藏 既饱含时代感 又结合了新媒体的呈现方式 这里是千台历史记忆 两岸四城巡展 高雄站的首航现场 说不尽到不完的两岸故事 将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 重新打开时代的白宝箱 展览共打造飘移时光 千台映像《落地成家》 和《我的传家宝》四大展区 互动沉浸的场景设置 引领民众穿越时空 体会历史的沉淀 看这个展 五位杂志都扶上 看着别人所有的展展的 这些文物跟照片 我刚才一直躺着眼泪看 为什么 每个故事都有些有的 跟我们家一样 本次巡展于7月11至28号 在高雄举办 而后将到上海 台北 福州三地分别展出 国民党初选民调结果出炉 韩国瑜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或将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 韩国瑜为何能以巨大优势出现 国民党其他参选人又将如何操作 是否会支持韩国瑜 国民党能否团结一致 争取2020的胜利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韩国瑜迎国民党内初选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15号 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 民调结果出炉 韩国瑜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第二 那么韩国瑜是否最终代表 国民党决助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呢 而初选之后 国民党将如何整合各方力量 备战2020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中视电子报社长赖岳谦教授您好 三长好 张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张斌先生 欢迎 三长你好 台北的赖社长好 全球电视观众大家好 15号呢 国民党方面终于对外公布了 初选民调的结果 我们看到据台媒报道称 韩国瑜呢 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啊 以44.805%的 这个得票数呢 胜出 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结果 您觉得是意料之中 还是意料之外呢 这个在意料之中 我在上周一晚上 在台湾的一个黄金时段的 一个热门节目里面 我就大胆地预测 说韩国瑜不但会赢 而且会两位数字的赢 这个主要的根据是这样子 就是韩国瑜从去年 我们叫做一人救全党 就一个人 那么救了整个国民党 把这个国民党过去的颓势 整个的士气振奋起来的时候 那么在九合一选举中 击败了民进党大获全胜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时候 他的民调支持度 都稳定地领先 我们一般来讲 在民调里面 我们会解读 他已经是固化了 也就是说 他的支持者已经很稳定了 那当郭台铭在4月17号 宣布要跟韩国瑜竞争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时间 民调是很高的 但是我当时就推断 那是他的最高点 从此以后 他的民调会一路往下走 这个最主要的依据是来自于 这个郭台铭在过去来讲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成功的企业家 由于他是台湾的首富之一 所以民众跟他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这种距离会有一种神秘感 也会有距离的美感 但是当他开始要参与政治的时候 他要跟媒体直接地接触了 他要跟台湾的民众 直接地接触的时候 他本身的这种政治的语言 政治的动作 跟他过去 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板 这样的一种具有巨大的权力 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尽管他之前有请了很多的这种传销公司 或是广告公司来帮他做形象的广告 但是当他跟媒体之间的互动 那么大小的行为都会被放下来解释的时候 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美矿就遇下 因此当民调开始做的时候 很快的我们就估计出 这个郭台铭大败了 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郭台铭的几个反应 已经显示出他输了 刚才赖教授表示 这一次韩国瑜能够高票胜出 完全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其实不单单是他个人早有预期 那么位居第二位的郭台铭 在之前他就曾经多次表态 暗示说自己的支持度 是肯定赶不上韩国瑜的 比如说他举例说 他认为这个比赛的主动权 完全就掌握在韩市长的手中 所以在您看来 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能够让韩国瑜高票胜出 首先来讲 韩国瑜这次高票胜出 我个认为不仅是赖社长 包括我本人 包括很多两岸 关注台湾的朋友 可能都会认为 韩国瑜这次是非常有希望的 为什么这么讲 一个就是从国民党的 整体的从韩国瑜参选 这样一个过程来看 你会发觉 虽然一波三折 但是有惊无险 最初韩国瑜因为碍于 高雄市长的身份 他不能出来参选 或者说有相应的顾虑 怕人家说贪图大卫 仅仅做了很短时间的市长 就另谋高就等等 所以他一直在犹豫 那么国民党内部 也曾经传出过 所谓征召的这样一种风声 那么这时候 几经波折最后 他终于出来参选 而且是以这样的一种 相应的民调的方式 那么对于韩国瑜来讲 本身国民党设定的 这样一种民调的过程 对于韩国瑜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这也是郭台铭 为什么甚至前两天还哽咽 几度哽咽 希望韩国瑜 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等等 因为他知道 韩国瑜的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态势 各个机构的民调 以及国民党 所涉及的初选的 这样一个方案 对于韩国瑜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韩国瑜用非常平实的话 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草根 这么多的支持者 是跟他的两岸政策 跟他的岛内的相应的经济政策 民生政策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这次韩国瑜出现 我个人认为一点也不意外 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台湾民众 基本的一种诉求 和他们一种普遍的一个愿望 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 韩国瑜胜出 那么最终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印证了韩国瑜的实力 确实是不可小觑的 那么虽然现在 整个的民调结束了 但是国民党方面表示 会在17号举行中常会 来最终审议这一次的民调结果 那赖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中常会到时候会主要审议 哪些方面的内容 那么经过审议 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变数吗 那么最终您认为 韩国瑜是不是能够顺利地 代表蓝营去力拼2020呢 变数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他们这次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两位数字的差距 所以彼此之间 那么你说要翻盘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低了 在审议的过程里面 主要的是会看这些 五位候选人对于 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异议 如果有异议 那么他们会对于原始的录音带 或是对于原始的资料档 要调出来看 那如果没有异议的话 那就按照流程走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再把统计的数字 再做再一步的审议 也就是说 在当时在做民调的时候 这些过程再做进一步的确认 最终都没有问题了以后 就提交到中全会 那提交到中常会的时候 中常会那么也就行礼如仪 就是说好 各方如果都没有异议 如果有异议的提出足够的证据 如果也没有证据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这五家 所做的这个整个平均数 那么按照最高的 来当选的情形下的话 就会正式地宣布韩国瑜代表国民党 较逐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 所以它是一个法定的程序 把程序走完了 那么就可以了 按照目前的态势来看的话 那么应该是不会有变数了 红秀柱警告莫让四年前遗憾在线 是否担心国民党再出换柱风波 郭台铭等其他参选人 初选过后又会有何动作 韩国瑜若代表国民党参选 将给民进党带来多大压力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说到对于民调结果究竟怎么看 我们还记得之前绿营方面 对于蔡英文能够胜出 外界是普遍抱有质疑的 但是这一次韩国瑜能够高票胜出 刚才赖教授谈到 虽然中常会还要经过审议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样的质疑 也没有什么样的变数 那说到变化 大家可能难免会想到 之前国民党毕竟出现过幻柱风波 而且这一次我们注意到 红秀柱在结果公布之前 也曾经向国民党发文 规劝国民党中央说 不要让四年前的遗憾再出现了 那您认为红秀柱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呢 韩国瑜从他准备参选 或者出现声音 到他十字参选 到他这次出现 应该说中间的很多的杯葛 和相应的攻击 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对手 也就是民进党 而很多是来自党内的同志 那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态势下 对于韩国瑜来讲 当然压力就非常大 特别是现在 一方面韩国瑜虽然出现 但是绝不能说大局已经稳定了 我们看到 不管是郭台铭未来的动向 还是王金平未来的动向 包括朱立伦的相应的反应 未来还有待于观察 但是不管怎么说 内部的不团结 这是国民党始终存在的一个顽疾 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突破 所以红秀柱在这时候 提出这样一个相应的呼声 其实恰恰是戳中了国民党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痛点 也就是说韩国瑜虽然出现了 在民众当中 对于韩国瑜的支柱 也是这个比较高的 那么整体来讲 它的相应的个人形象 包括施政政策 也是令很多台湾民众满意的 但是这内部之间如果出现了分裂 内部之间出现了重大的一些变化 那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难以致的后果 你比如拿王金平来讲 王金平前两天习开53桌 53桌百宴席等等 这里面又提到了所谓联署等等的事情 那会不会未来他这个参选呢 以这种无党籍的身份 或者以本土派的身份来参选呢 来分裂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 这都是大家所关心 或者说是担心的一点 所以国民党这次能不能最终胜选 最终拿到台湾地区领党的大位 我个人认为并不在于民进党的 这个相应的施政有多赖 而更多的要在于国民党 能不能如乌敦义所说的 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所以洪秀杜其实这时候 恰恰是在关键时刻 给国民党提了一个醒 那前面呢我们也提到朱立伦 他就一直呼吁啊 这个国民党大家应该团结团结再团结 那么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您认为他真的能够做到 主动的去团结各方吗 那么包括王金平 他也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 那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朱立伦呢一直也是有问鼎之心的 而且呢如果没有韩国瑜杀出来 没有郭台铭杀出来 当年我们看朱立伦还是蛮有希望的 不管是个人的这种形象 还是施政的这种政策的成就 还是他的履历 都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这个本身年纪也不算太大 形象也比较清新 所以他其实是有着 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但是这次杀出来了郭台铭杀出来了韩国瑜 尤其韩国瑜最终又出现的话 那么朱立伦我个人认为啊 以我个人的感觉 以他一个在国民党内 这么资深的一个人物 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一直的形象 应该说还是能够支持韩国瑜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会不会呢从目前来看 因为他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这个油滑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未来的态势来看 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还有戴观瞻 因为他没参加初选 理论上参加初选这几个人 包括张亚中等等这些人 大家事先是签了协议的 大家是有约定的 那么为了一个党的共同的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往往啊台湾的选举啊 变数非常多 尤其今年的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 国民党的初选 给我感觉是以往国民党初选中 从来没有的 既充满了不确定性 同时又里面饱含着各种的 这种这种诡异的现象 所以最终怎么样 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 国民党的如果诉求是集中的 是真的为了台湾民众福祉的 是为了两岸未来能够和平发展的 那么支持韩国瑜 形成有效合力来对抗国民党 来对抗民进党 那应该是能够达成任务的 民进党这个党如果再连续执政的话 显然不仅是对于台湾民众 还是对于两岸关系 应该说都是具有极大破坏作用的 而且一旦如果再执政的话 国民党恐怕这次输了 再想翻身难度就非常大了 对于这次韩国瑜能够高票胜出 赖教授前面您表示 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之前整个国民党的初选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人质疑 说是民进党绿营在有意地灌票韩国瑜 而他们这么做也是希望能够让韩国瑜胜出 因为在他们看来 韩国瑜是比较好打的一个选手 那么现在韩国瑜真的胜出了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于民进党来说究竟是喜还是忧呢 对民进党来讲当然是忧 因为韩国瑜是经历过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选将 他也领导了当时的国民党 击败了整个民进党 也就是说一个选高雄市市长的 一个离开政坛17年的 有点像是大草包也好 或是土包子也好 在民进党口中里面 说他是草包 土包子的韩国瑜 他能够击败了整个民进党 而民进党是执政 用庞大的行政资源 而且击败的都是现任 在现位置上都有庞大资源的 这些地方的首长 民进党籍的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他的最大的敌人当然是韩国瑜 尤其是九合一选举之后 一直到国民党的初选之前 民进党想办法 说要推动罢免韩国瑜 说他要离开高雄 是对高雄人的背叛 说他没有政治承诺 还动员一些年轻的学生 然后故意给韩国瑜难堪 做了所有的这些动作 都是要让韩国瑜的 国民党的初选没有正当性 让韩国瑜不能选得上 这样的一些明明白白的动作 大家都看在眼内 怎么还会说民进党灌票给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最好打呢 这个跟事实完全相反 这个手段极为笨拙 但是这个手段也完全无效 您觉得接下来 绿营将会用什么样的招数 去对付韩国瑜呢 我觉得绿营的招数里面 要不就是挑起统独的问题 把韩国瑜归向是主张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大战略的一个方式 另外当然就是抹黑了 包括前段时间韩国瑜的住家 包括所谓的这个有小三的这些问题 这个都是特定人员把这个资料 提供给韩国瑜在国民党内初选的时候的特定的对方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到 当这些招数都无效的时候 对韩国瑜来讲 等于是打了很多的免疫针了 因为在台湾的媒体的一个操作里面 操作过一次 如果无效的话 再操作第二次 他的效益就递减了 例如说讲他小三 最终被证明根本只需乌勇 那如果再操作他小三 这个效益就往下降了 因为媒体不会去报道 重复的或者类似的新闻 接着在打他的住宅 说他的豪宅 在云林县古坑乡的一个乡下的 价值不到一千万新台币的房子 说成豪宅 这个在台湾来讲 在台北市来说 随便三重永和的任何一个老宅 价值都超过一千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操作韩国瑜是富有的豪宅 或者伟建等等 这个新闻也都在无效了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的话 他现在的痛苦的地方是 当他想用打私人的丑闻的 这个方法都无效以后 对民进党来讲 他现在要紧绷的是 既然搞不下他初选 那接着要再怎么打呢 我觉得大战略中 操作两岸之间的对立 操作台湾内部族群的撕裂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 相当有可能会操作的手法 总之随着蓝营党内初选的结束 现在蓝绿双方的选手已经就位 那么究竟最终是 寒流对阵辣台妹呢 还是随着日后其他力量的加入 形成多方竞逐 总之2020的这场选举 将会变得异常的精彩和激烈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莱教授 谢谢商城 张先生 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张斌 谢谢商城 谢谢赖社长 观众朋友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再会